本集中的设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设计 转发 打赏 设计 转发 打赏 设计 转发 打赏 Your package was delivered 今天早上9点47分 没有啊 外面实在是太冷了 刚才出了个门三秒钟 给我动 YES 看起来很酷 i试 这几个比较 i试 试 照片 i试 来 是 看起来 我可以做的 Made for Apple MacBook 12inches 我之前订了一个订单 分三次寄过来 之前买这个主要是给新的MacBook Pro用的 可是现在似乎不怎么需要 这个就当一个便携的转接口 而且这么小一个东西用这么大个袋子 至于吗 用信封就好了吗 昨天晚上下着漂泊的大雨 印象中是从下午5点钟 一直下到半夜 那个雨量特别特别大 结果导致今天的温度极低 但是没想到今天是晴天 但是我刚跟Peter说 他说我那边也在下雨 所以两个城市间天气是不一样的 但是是极冷的 也说今天不太适合出门 完全不适合 口香糖 OK 嗯 OK 啊 今天是 星期三 11月23号 天气是越来越冷了 嗯 非常冷 所以很多人啊 就不想出屋子了 无论是在国内也好 在国外也好 当我们所有人都站在屋子里庆祝的时候 那甭说了 肯定是过节 在国外呢 跟国内是一样的 国外也有节日 国内有个双十一 啊 所有人都疯狂的购物 国外有一个 因为今天周三嘛 所以 周三是23号 24号 周四 25号 周五 而这个月的周五呢 是叫做 国外叫做 Black Friday 这是一个坑人的季节 因为Black Friday呢 应该是 西方 这个 西方城市和国家呢 一个 历史性的一个购物事件 因为所有的商店都会很打折 折上折 折上再折 我这突发起降 今天我这突发起降 跟大家说一说 有几个东西一定不要买 或者有几个东西想买的话 可以考虑 在这里唯一一次跟大家说说 OK 根据我自己的使用经验和悲触的历史 告诉大家 什么可以买 什么时候 什么东西可以就不要买了 哈 在 黑色星期五来临之际 很重要 这个桌子上白买了 今天要讲的东西 看来很多 这一次呢 我不用这个椅子 因为这个椅子 实在是够呛 因为我每次坐下就 这椅子已经够呛 好 哦 什么情况 螺丝呢 太多了 OK 螺丝没找着 所以我突然觉得 黑色星期五跟我没什么关系 但这一次呢 还真有点关系 我搞不好会买把椅子 因为椅子真的不够用 Anyway 好了 欢迎来到一年一度的这个 Black Friday 大简价 一些购物指南 哎 在这里购物呢 我当然不是很全面的 一般能讲解一些 我自己知道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 我这方面比较擅长的就是 电子方面的东西 比如电脑呀 相关配件呀 相机呀 耳机呀 手机呀 或者什么 手机壳什么的 所以 今天呢 在这里跟大家推荐一个 首先 说我比较懂的 就是 我是第一个 在这里这个推荐大家买的 哦 有人给我发信息 说他在找我了 OK 在找我之前 咱赶紧先把这搞定 是一个耳机 大家都知道 OK 我听过很多耳机 真的很多很多 嗯 OK 刚才的线给缠住了 所以我把它直接拽回来 在我听过耳机当中呢 高端低端中端 咱们把这个高端定在一个 很多人能接受得了的程度 所以我把这里的高端定义为 BOSE 这个耳机呢 之前在一些视频当中讲解过 叫BOSE AE AEW 我忘了AE2 这个耳机呢 是比较旧的 现在已经有新款了 它这个耳机呢 就是一个包耳式的耳机 就可以把耳机包住 这个耳机 是我带起来最舒服 也是最多样化的一个耳机 所以每次 在别人问我耳机 哪款好的时候 我总是说BOSE 因为是我自己 带起来最舒服的 而音质 就是说实话 也不会很差 有人不知道 有人说音质差 其实自己没有听过 第一个 如果我给大家推荐的话 是买BOSE 但是在这一次呢 我不是很推荐 因为这个 毕竟价格摆在那里 要贵一些 另外呢 但是还是急于推荐的 叫BOSE 大家可以去BOSE查一下 所以你买不买 跟我一毛钱关系 没有 同样不赚任何一分钱 另外呢 我之前评测过这个耳机 就是Blue Law 当时拆封之后 试用了一段时间 在这里 这个算是所有耳机当中最贵的 这个耳机将近人民币 要养3000块钱 可能至少2000打住了 这个耳机对于我来说呢 是在偶尔去录歌的时候 或者说给别人录歌的时候 才会去用 因为它呢 一戴起来的时候 刚一开始的时候 是感觉极为舒适的 感觉特别包耳 特别专业 但是戴久了之后呢 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 对头的一种压迫感 就这个耳机 这个分量上是非常重的 所以Blue Law 是某种专业人士 觉得一定要很高档次的话 我建议是可以购买 但是多数用户来说 我不建议你们买这些 如果想听音乐什么什么的 这个听起来音质确实可以 但是呢 长时间的不舒适感 是我不太推荐大家用的 因为听音乐 谁没事的时候只听一两首 一般都听 听个一会儿 这个戴久了真的很难受 在这里今天着重我要讲一下 因为之前我之前就是 其实后来发现是一个朋友寄给我的 是这个耳机叫Status Status SMCB1 这个耳机我真的是极力推荐给大家 因为 这个耳机无论从重量上 完胜Blue Law 重量上也很轻 包耳 这个舒适感 完胜Blue Law 这个很神奇 这个耳机真的是 让我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它包在耳朵之后 我说实话 这个舒适感不亚于Bose 感觉它一个重量 重量甚至差不多 但是体积要比较大很多 所以这个耳机 我不知道是哪个牌子 反正是我拿到了 反正我听了 感觉还真的就不错 而且这个耳机也是可以换线的 而且是那种换完线之后 它是可以卡住锁定 然后很结实 它可以用这种普通短线 当然可以接iPhone了 在这里 没事也会用iPhone听听歌 这个耳机 真的 它的档次呢 虽然不能够提供无线 但是档次跟它 真的是属于它的一个廉价版本 但这个廉价的真的要属于 它这个耳机的价格呢 只有Blue Law的价格的 大约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之间 但是它提供的舒适感 和它的音质 也远远超出它的价值 所以对于耳机来说 这个Status SMC B1 真的是 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物超所值的东西 所以后来呢 我在直播游戏的时候 我会慢慢的先不用它 只有录过之后再用 直播游戏的时候 或者看电影的时候 我都会带它 出门的时候才会带这个 所以Blue Law呢 从它的定位来说呢 我渐渐的已经把它当作一个产品级别 就是说 真要录制一些非常专业的歌曲 但对于我们绝大多数消费者来说 这个有点过于高了 而且有点不那么舒适 所以这个 就是这个 先推一遍 推荐这个 这个真的是这个东西 OK 这个耳机说完了 咱就说说鼠标 鼠标 我推荐大家买的是 这是一个G900 之前给大家展示过 也评测过 偶尔的用了罗技鼠标之后 发现罗技鼠标真的很好用之后 就突然变为罗技专业户了 就鼠标我只用罗技的 当然也尝试过雷蛇的 也吃过一些其他的鼠标 真的 雷蛇 真的就有点不如罗技 我个人感觉完全主观了 因为我试过 可能我的手型 就不适合 但是就适合 逻辑 所以真的推荐大家 如果买高端的 无线鼠标 G900 绝对是特别特别好用 虽然 没有专业的评测 咱没有那个技术 也没有那个水平 但是用起来确实就是好用 这个响当当的 就是 摆在眼前 有人说这个鼠标太贵了 没关系 罗技 从低到高 价格分得很明显 它低价的这个鼠标 也是非常的好用 这样G502 G402 302越来越低 甚至普通的那种 就是无线鼠标 这边38块钱 一个建筑套装 都非常好用 但是这里 推荐的 推荐购买 不是一个主要 要说的 要跟大家讲的是 什么不要买 关于鼠标方面 我真的要极力 在 慎重的 让大家就是 了解一下 嗯 这两款鼠标 有一个叫RES9 具体的牌子 我已经忘了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牌子 我当时还坑爹的 买了两个 一个有线 一个无线 我都感觉 总有一个不坑我 结果有线 无线 总坑我 为什么 因为它有先天性的劣势 大家看这个造型都知道 这个鼠标呢 是为游戏而设计的 但是仔细去看看这个造型 虽然它是可以做一些调整 做一些调整 但是整体 整体 当你握着的时候 你无论怎么调整 你总是很别扭的抓着它 无论你手大手小 你抓着它的手 总是会被某个地方卡住 或怎么样 所以他把这游戏做了 这游戏鼠标做的太游戏化了 就反而忽略了人的这个 人工体学的感觉 这鼠标 为什么要做成这样子 而且卖的老贵了之前 这是我买过最后悔的两个鼠标 最后悔 我现在想卖的卖不出去 有人想买 但是如果以那价格卖给它的话 我还不如留着做视频用 大家知道那个 现在市场下多惨了 鼠标买逻辑不买这两个 大家去查一下 而另外雷蛇 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之后再买 因为雷蛇鼠标质量总是觉得不太好用 当然也有可能是运气不太好 这个是鼠标好 耳机网 然后跟大家说一个 这根线永远不要买 在我手中 这是一个Thunderbolt 就接苹果电脑专用 这种 接用之后这边接一个DVI 这种线呢 甭管日后苹果店有没有有的卖 永远不要再买 因为这根线有时候这个价格呢 再根据这个DVI这个显示器这个规格 档次来说呢 你很有可能在日后 你买这个线的价格呢 都差不多 都能买一个好点显示器二手的 OK Jeffrey过来 我们等一下再说 你开melody车过来 你开melody车过来 好 来 来 一会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去 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毛病 就是皮肤喜欢过敏 像这边 经常会 洗完澡之后 或者洗完脸 总是会有一些 红肿 不知道为什么 但没办法 一生当中就得带着它 一般来说 我对不起 一般来说呢 我在用手机的时候 是不太建议大家买壳子的 但是呢 买壳子在某种情况下 总是呢 会有用的 比如说 买一个红色壳子 把它包着 有时候摔了的话 会起到一个防摔的作用 或者保护手机的作用 而且可以把手机个性化 但是 失去了手机原来设计的那个质感 所以 在前期我在使用过一段壳之后呢 后来就不再使用了 但是呢 壳值不值得买 或者要不要买 我还建议大家 希望就是 珍惜手机的还是买吧 但在这里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 千万不要买什么样的壳子 无论是苹果店也好 什么第三邦厂商都可以 可以看到这个壳子呢 是我今年 买到iPhone7之后 然后一个粉丝送给我的 用到现在 完好无损 甚至连颜色都没有变 因为这是一个silicon 是一个硅胶的这种 所以 千万不要买的是皮质的 就 苹果店里面的皮质 甭管它那个皮做了多少 不要买 同样的壳子 如果是硅胶是这个样子 如果是皮质的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是我去年买 前年 iPhone6 Plus 虽然是两年 但我可以告诉你 我基本上有一年半是不再用的 这个壳子 这是个皮质的 但是大家仔细看 这壳子变成什么 我的天哪 里面看着完好无损 但是反过来之后 这是什么东西啊 整个皮变质了吗 看看后面 这就是皮革 皮革用久之后 就是这个样子 硅胶用久之后 还是这个样子 所以 你们懂的 不要买皮的 公司跟皮革告别吧 手机壳不要买皮质 另外最后呢 就是由于时间关系 就跟大家推荐一下 如果要买的话 择有选择 什么叫择有选择 就是你觉得能用 适合的那个场合能用的 比如说在这里 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就先告诉你 不用以后不用再买了 就比如这个样子 手持摄像机 从今年开始 从现在此时此刻开始 手持这种小型摄像机 基本上被手机 手机的摄像头 各种手机的摄像头 取代了 所以这个以后不要买了 纵然它有时候卖的挺便宜 我这个买了之后 到现在呢 没开过 都没撕过纸 因为它的用处实在不够大 因为它的画质不如手机 当然了啊 不缺乏高端用户用一些 这种高端的手持摄像 但是我个人感觉 如果那个高端的手持摄像的话 那个价格基本上 可以买一款非常好的 微单 那个微单的摄像效果 绝对不会次于 那个手持摄像 摄像机告别 什么叫 要就是选择自己用的东西 比如说 这边我有个云台叫 飞云 WG 这个云台呢 是专门为 GoPro 还有运动型一些第三方 运动型相机做的 我买了之后 我用了两次 到现在不会再用了 因为第一 如果你不是一个 纯喜欢户外运动的 不要买 但是恰恰 产品的用途被限制了 首先它是个云台 它需要搭电池 这个无所谓是吧 它也需要搭一个第三方配件 比如说底下你要需要搭一个东西 把它固定住 比如说固定在我们头盔上 比如说我戴了个头盔 就戴了啊 就戴了个头盔 固定在头上 然后你要把它 把住对不对 但是呢 你在一运动过程中 很长时间呢 你是不能够去接触这个云台了 有时候云台一旦出现任何意外 比如说歪了倒了倒了什么的 你一路上拍的可就是全作废了 所以这个第一个 不便于运动相机 真的处于一个运动中 拍平稳的画面 其实有时候真的是 在运动中 我们反而希望拍出一些运动的效果 所以这个第一个 让我感觉到 它的用处不是很大 第二个 这个造型实在很独特 因为这个造型 你想用的话 必须用第三方的一个配件 它不可能直接放上 所以你要搭第三方的东西 让这个本来应该简单的东西 变得非常的复杂 所以我在这里 如果说买云台的话 就买一个手持云台 然后加个手机 比如说OK这个 运动不了 如果运动的话 直接拿个头盔 直接把运动相机卡在上面 卡在胸口 可以了 这个局限性太大 所以云台 运动相机的云台 大家真的是要慎重考虑 甭管它到时候降价降的多厉害 你要觉得用不到 发污涨它的功效 基本上不要买 但这里我买这个 还送了一个这么漂亮的盒子 哎呀这个心情 凉了 因为后天呢 就是这个Black Friday 预祝大家能够买到自己心仪的东西 甭管是今年的Black Friday 还是明年的后年的 以后买东西 真的是 就那句话 谨慎考虑合理消费 合理消费 现在是晚上7点33分 因为刚才跟Jeffrey吃饭的时候 我突然间发现我的钱包找不到了 于是乎我在家里翻遍了 各个角落 还是没有找到 嗯 后来 我就回忆 我看我的Vlog 回忆起这几天去的一些地方 然后后来我就回忆到一个地方 呃 然后这所有的餐厅呢 我都打了电话 因为我只有去餐厅的时候 身上没有现金的时候 我才会把钱包拿出来 而钱包里也没有多少现金了 但是关键是钱包里还有我的支票 所以我觉得可能会丢了嘛 结果我后来 就这几家餐厅 挨个打电话 最后现在有一家餐厅说 我的钱包可能是在他那里 让我带着证件去取 我希望呢 等一下去了之后 是能够把钱包找回来的 因为虽然里面没有多少钱 但是毕竟是一个钱包里面 还装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资料 我希望能够取出来 也希望等一下好运 OK 我现在要去了 祝我好运 哇 简直不合自信 哇 简直不合自信 我的钱包找到了 YES 找到了 nou 4 Born is the King